大家好,我又來了 剛剛直播不知道為什麼失敗了 這邊的4G網路速度不快 所以最後我放棄把影片砍掉 然後現在重新再來 昨天在我老弟做紙雕那一個 他自己在01上面寫了一篇 他怎麼買地然後從頭到尾自己蓋房子的一篇文章 然後那個反應不錯 那我轉到我那邊去之後 現在也有好幾萬的流量 01那邊已經十幾萬了 我相信很多人都想親眼看看這棟房子長什麼樣子 也想問問說這間房子是怎麼蓋的 有沒有什麼細節跟血淚是要注意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轉過鏡頭吧 來看那個當事人 請當事人自己現身說法 走過來 真的沒關心 這兒子好 好,回來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達的一弟兄 那這邊 總共歷史是三年多 因為我在文章上面大概有提到 就是說 這邊當初的複雜程度 有些廠商來看 根本連估都不估 然後有一些營造廠 看了一看也不做 我是找了第六七家之後才有營造廠 想要去接我的案子 那因為我們這個案子很複雜 就是說 當初連T都沒有 可以請那個阿達 Tag一下 當初連這個T都沒有 所以他們上下都完全要靠鷹架 他們覺得很麻煩 這種房子怎麼蓋 所以好不容易才會請到有人來蓋 那我們大概來看一下 我發包的部分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說我們這種外牆 這些外牆的顏色 然後還有它紋理 包括燈光 還有包括這種鐵劍 這個鋼木門 全部都是我自己發包的 發包是不是怎樣發包 就是你自己畫設計圖之後 去找廠商嗎 沒錯 那因為你要很清楚知道 你要怎麼行事 你厚度要做多少 你的高度要做多少 你的燈光要怎麼安排 你要想得非常清楚 然後建議各位就是說 如果有想要蓋房子的人 一定要做功課 不要貿然的前進 因為這個風險很高 因為一下去可能就好幾萬 像我這邊 我這裡也是有花了很多的冤枉錢 真的是冤枉錢 譬如說我這口梯 冤枉錢就很多 因為你可能當初沒有設想的很周全 做完又要改 有一些東西又要改的話 你要拆也不能拆 你細部還要再改 你要請工人來做的話 真的會很浪費錢 那你當初為什麼 那個是被車撞到還是怎樣 才想說要自己 改朋友 因為我是有感念就是說 去買房子怎麼這麼貴 那我看了一些 這些房子我覺得也不好看啊 那為什麼賣那麼貴 那地底也沒有很好 那房子也不大 然後才知道說其實 就是與其你想去找一間房子來住 你不如先去想辦法去買一塊地 然後找人家設計 然後你可以參與到自己一些意見 然後自己下去著手去進行 不過這個過程用講的 用講的三天三夜講不完 那我們用輕描淡寫的來講的話 大概就是說 你先選好你的地之後 你要知道你自己的需求在哪裡 你可以跟你的建築師或設計師聊 聊完之後他出土給你 開完會 覺得這個形式是我們家裡的成員都可以接受的 機能性還有最主要是你的成本 你也可以接受的時候 那材料決定之後 其實大概就可以進行了 對其實如果有做好功課的話 失敗率不會那麼高 那絕對我說失敗率是說 你不會去花到冤枉錢的機率不會那麼高 然後跟各位講就是說 一定會花冤枉錢 一定會 除非你請很專業的監工的人來幫你監工 所以一定要有一筆冤枉錢的準備金在那邊 然後還要考慮到零損的問題 譬如說你可能隔壁的房子有損 損害你那些都要去賠 對那個都要賠 對那個這個部分呢 如果有興趣的就是說 我們來看那我一邊講 那一般我們就是說 我們進來是從這邊 對我們等一下住那個房間大概繞一下 大概看一下 我們直接從室內下來看 因為我一開始本來是想從外面 但是因為網路是訊號的不好 所以就突然其實是從門口開始 然後這間房子 它已經算9成9完工 但是還有一些電路的東西還在那裡 還有家具還在那裡 有一些落電還沒全部完成 然後家具就剩一兩樣還沒進來 其他都已經完成了 所以大概大家現在看到是 它現在完成的樣子 那我們先進來看 這是從一樓進來嘛 對不對 對沒錯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我說這個房子比較複雜的地方就是 因為我希望 就是說我所呈現的材質 不要太多 但是又有溫馨感 那當初設定就是希望說 我這邊的落成區 跟我裡面 來鏡頭來帶一下 這個地方必須是平的 可以看一下這個地方是平的 光是這一點 就讓大家都覺得 你這個業主真的是很難搞 這個地方是很難去擺平 而且很難成功的 可是之後 之後就說 有一個最重要的說 你如果業主有堅持 然後你有鎖定你所想要的 然後其實還是會成功 還是辦得到 其實簡單講就是你要過規矛 對啦 然後你現在這麼囉嗦 他們會給你加錢 應該是這麼講 其實這個部分不用擔心 人家看你的東西 比較囉嗦之後 其實它報價的時候 自然單價就不會太低 那你可以接受你就做 你不能接受你就換個廠商來做 但是一般來講 除非你要蓋這麼奇怪的房子 那如果是一般的房子 其實 不會有我這種問題 對一般的房子 四方的樣子 那你是把房子做全部都透光了 就透光什麼採光都很好 來我們直接進來看 這是它中庭進來之後 它這邊可以看到是 這邊是 我媽 也是我媽 就是他媽也是我媽 將來的主臥室 之後把它引到這邊來 它是一樓的 那這邊 然後採光 採光可以看到 它是一整片的一個落地窗 然後外面的植栽呢 是自己 自己蓋 自己種的嘛 對不對 然後這個 早上10點的時候 會有樹椅在這邊 會非常漂亮 然後這間房間 四季都是很涼爽的 就是要這樣留給我媽媽的 對 四季都很涼爽 喔 就在蓋之前就知道 這個地方 會是最涼爽的 會是最舒服 可以看到這整棟 幾乎都是玻璃 就是主結構 兩柱以外 大部分的地方 都是玻璃 玻璃 然後接下來呢 往前轉 好這邊當然是往二樓去的 路往二樓去的地方 等一下看 那因為我們 還沒有開始正式入住 可以 就有一些簡單的東西進來 嗯 對 小朋友東西還在亂丟 對 那因為我有家人在樓上 嗯 對 那運作上採光是絕對是夠的 就是它所有的都是 可以直接對外面 然後也有窗簾 然後可以來 我們從這邊盯 從這邊拍過去 嗯 來 這也是一個巧思 喔 這樣子 對 也是這樣子直接往天井去 對 那這個地方 有人說這樣是不是沒有 沒有 就是說沒有隱私 其實也不會 床臉拉下來 嗯 床臉拉下來 它就是一個 牆壁了 它就是沒有 它就是會 有一個遮蔽的一個效果 還是會達到一個隱私的一個 這個地方在故意做的像原木的像書桌一樣 對 這都是你自己設計的嗎 呃有參與意見 對 就一定都有參 多多招招都有參與意見 對 但是原則上是尊重 尊重設計師啊 嗯 因為設計 其實最怕就是 民意去干擾 甚至去凌駕專業 這個 這個部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你太囉嗦的話 反而會讓設計師做起來 幫手幫腳 對 會無所自從 那這邊是 這邊是浴室嗎 對 廁所浴室 其實都不大 可是就是 原則上 白天就是 一定就是不用再開燈 嗯 好 現在全部都沒有開燈嘛 都是靠自然採光 對 而且 而且今天台南是陰天喔 今天台南是陰天 對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的採光 其實真的 這是兩個小孩子的房間 對 一樓 好那接下來我們 往上看 對 來這口梯 那因為網友有在問 這口梯 會不會 踩起來不穩啊 等一下請 請阿達踩踩看 靠北穩 這其實是很穩的 這個是非常穩的 鐵劍梯是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往上梯 不過 女生如果走在 就曝光好了 但是沒差 都自己人 呵呵 那這邊上來之後 就是 就是二樓 因為 今天剛好有一些客人來做客 對 有一些有朋友來這邊做客 嗯 那上來之後 這是將來的 像客廳一樣 這個就是客廳 那因為我部分家居還沒到 嗯 這邊會有一個沙發 沙發 然後上面就是你說的 非常貴的電風扇 對 來小心 然後 那有人說想要看這個電風扇轉 我就讓他轉轉看 因為有蠻多人說想要看他轉 好 他 他這個算是低吸直流變頻 他轉起來是很有質感 那最主要是 你如果有開冷氣的時候 會有一個循環的一個效果 而且這個房子是做全屋空調的 全屋空調 全屋空調 好 好 然後 這邊接下來要放投影機 放電視 這邊是放電視 對 然後可以請阿達從這個地方拍過去 嗯 這個 這個地方就是我拍照長這樣 從這個方向拍過去 看一下 採光真的是無敵阿 以後我無聊就來這邊拍開箱照 對阿 免費付錢 好 然後等一下我們可以出去外面的露台 好 那這邊就是他的廚房 在客廳旁邊 然後 這是我老婆跟我弟的朋友 已經在這邊喝咖啡喝起來了 那這廚房全部都是系統家具嗎 還是說 這個是品牌的 品牌的家具 品牌的家具 對品牌家具 那而且全部都做內檻是 對 品牌的那個廚具 阿這個什麼 這個是烤箱 烤箱 對 這是蒸爐 蒸爐 然後這是脆飯鍋的收納 收納 然後這邊是 電磁鍋 好 然後這裡是洗碗機 洗碗機 洗碗機 好 那這個是洗手台 洗碗的 對 那這些東西都是 就是說 你站選材的時候 你就知道你大概位置 你要什麼 然後你的油音機的位置 就要決定了 是要中島的呢 還是要靠牆壁的 對 那這個就是 我老弟最近 天天在那邊泡咖啡 對 等一下 等一下就要泡這個和號 那這個就是 你講的那個什麼 鐵建梯嗎 對 就是在室內 你上面要做你的那個 工作室 就是你要做紙模型的那些 對 等一下可以上去看 那下面還有 它地下還有長一個 收納空間 因為自己蓋的 所以 挺好長 那底下已經 已經有長東西了 好 對 就是可以塞 塞東西的地方 都 都長了收納間 然後 這邊 往這邊走過來 這邊算什麼間 書房 對 這邊以後會擺幾個 藍骨頭 然後 小朋友在這邊看電視 然後 小朋友在這邊看電視 對 好 你看 上面是連在一起 上面的 格樓空間是連在一起 而且這也是 透光的 採光的 大家可以看這邊 全部都是採光的 哈囉 哈囉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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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採光靠北好就對了 那這邊就是廁所 對 真蠻妙的 就是說 人生一大進階了 我家 新家最小的廁所 竟然比我家 比我現在住的那間房子 最大的廁所還要大 嗯 這個 對我來講 就是一種進步 好 接下來 還說 上去 因為它有 做像樓中樓一樣的空間 所以你就可以自己 對 像這個房子 你知道買了土地之後 你要蓋房子 你都要申請建造 對不對 對 一定要申請建造 不然你到時候蓋好 變為建 你很難 有的人 就傻傻的 先買土地 有想說我先 先蓋看看 先掌後 說到時候出事了 你房子要拆掉 你就真是浴庫 那不是開玩笑 好 那這邊就是我弟以後 要做模型的地方 做主模型的地方 我為什麼那邊也放很久 放兩個 怕不夠了 結果之後覺得 那個 發現 太冷了 應該是沒有必要放很多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往上走 這個樹還可以從二樓這邊看到 而且它外面的露台是很漂亮的 對 大家可以看外面這個像這樣子露台地方 也是特地做的 那你不是說你還有中間要做隔熱嗎 不要關起來 等一下網路會斷 然後大家看一下這邊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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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太陽 天空 出來了 啊 不要關起來 那要網路斷掉 這邊 這邊 這網路是序號很爛 先 這邊 有Wi-Fi 來 看一下 這邊 這邊 但是 這是二樓 三樓 那 那 看 聽說 靠北貴 對 還可以表演特技 把蓋子 還有幾個 就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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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地上 這邊 有很多人在問這個地方 到底是怎麼回事 其實很簡單 下面有一個隔開的一個層 我們等於是把它架開 嗯 那因為這裡畢竟會有 太陽 會有一點西曬的問題 那下面剛好又是房間 可是我如果有留中空層的話 嗯 這個食材本身就會把熱人給隔開了 那 底下還有 隔熱層 所以下面的房間會很涼爽 對 事實證明我夏天的時候我下面那間房間是非常涼爽 哦 另外有做隔熱層 好 那我們進去吧 有人說這邊風太大太吵 嘿咻 再走先來 那這個房子還有更樓上呢 嗯 就中間這一關就是 有人急 有人急 抽 然後上面還有一層 還有一層 我們上去看看 嘿咻 應該是收不到序套 應該是收不到序套 那這一樓 這一樓要做什麼 客房 對這邊是客房 嗯 所以這也算到第三樓靴 那有人也在講說這口梯的一些相關問題 直角的問題 其實應該是這麼講 有時候設計 設計的部分 你要屈就於它的空間 然後還有你的一些比較獨特的想法 嗯 有些是要把他用圓角 嗯 可是我家就是沒有圓的因素啊 沒有一些 沒有一些就是說 沒有圓的一個構成 那我所以我就沒有考慮用圓 嗯 那所以 啊有人說 這個老通的Key 是不是會有 是不是小姐會曝光啊 其實 坦白講 平常時都我自己家人在走 嗯 怎麼會有曝光的問題 嗯 畢竟它不是商業空間 它也不是公共場所 它不是公共場所 它不是公共場所 那這個 這種Key有一個好處 它會透光 嗯 像我 像我 像我這個空間 嗯 只要窗面一攤 踩光就有了 對 然後還有這個 來看一下 地板插座 嗯 很多人在問這個地板插座 嗯 為什麼不是平的 因為地板插座 這個是我找過我最喜歡的一個 的一個樣式 對 那自己自己蓋房子的優勢就在這邊 因為像我的房間裡面 是不准看電視的 嗯 我是不准小朋友看電視 然後我自己也不會看電視 可是 我還是有預留 喔 你自立自建的優勢就是在這邊嘛 嗯 你有操作 網路線 電話 那個電視線 嗯 那你如果真的以後想要看電視 想要看電視的話 你還是可以用 對 嗯 自立自建的優勢就在這邊啊 對 而且自己規劃 也自己 也不會也沒有人靠背 那這間也是客房 這邊是 這邊是客房 只是說現在沒有東西而已 對 好 那另外一邊是我的主握 那 可以看一下差異性 沒有開窗的時候 彩方是這樣子 好好選 那打幫我們開一下 那現在我開個窗之後呢 都不用開燈了 嗯 光線就很好 而且一樣外面有個陽台 那這邊也有個浴室 嗯 那這邊也有個浴室 嗯 嗯 那那那那那那什麼 那那畫衣服的 對 這邊是更衣室 那更衣室 上面也有個天窗來請 打開一下 哦 哦 這你 對 因為原則上就是 一年四季 都是不用 不用再開燈 哦 嗯 這麼好 接下來 有人在問我說 這間廁所 那我們特地來拍一下這間廁所 嗯 這間廁所 踩光 就是你把它拉起來 那這邊泡澡的同時 可以往外看 嗯 這邊是一個 非常好的比例 對 那這裡泡澡的時候 怕被人看到 不會啊 基本上不會 對沒有人 對 因為這邊是沒有人的 嗯 對 素C 嗯 來 好 再來 這最頂樓 希望我們的網路 給你 好 如果等一下斷了 那就斷了 呵呵呵 這樣 那就沒辦法 嗯 一路走到 應該是給你 嗯 其實 其實我弟最厲害的是什麼 你知道 他根本就不是學這個科系的 他可以 他可以 他之前做做紙模型 因為他沒有這蓋 根本沒蓋過房子 這是曬意見 對這個是電動的塞衣機 你看一下 你看看啊 高科技啊 我的媽啊 呵呵 有沒有 好 帶一下 剛剛可能沒有聽見 我們看一下這個插座 嗯 嗯 這個插座 當初在蓋房子的時候 我跟我的水電廠商說 這邊要做一個插座 他覺得我是神經病 神經病 對 他覺得我是神經病 因為他說沒有人插座做這麼高的 但是你要做塞衣機 我跟他講我要做塞衣機 嗯 他說 他說 他不能諒解 我為什麼要這麼做 可是 蓋房子就是這樣 你如果有想法 你的藍圖在你腦海中的話 你就是可以一個一個去實現 所以呢 他覺得你是神經病 可是事實證明了 我就是需要一個插座 而且那個水電的最後就跑掉了 對不對 他就落跑了 可是營造廠也很負責的幫我 找人來銜接這樣子 但是你有給他錢嗎 對 那個是營造廠的問題 那就是營造廠 沒錢是陪營造廠 靠北 然後這一屆呢 這邊 這邊也有人在問說 這邊是不是有個格 也有人在問 是格樂層 然後我們大概看一下 格樂層 對 來 其實這邊下面 就是3公分厚的盤水墊 那排水墊上面 我們還會在鋪那個百極網 然後上面鋪碎石的原因是 大家記不記得 我下面是房間 那因為這裡 這裡夏天的太陽很恐怖 可是如果你讓石頭去幫你斷熱 我們講斷熱 可是在中間又有3公分的格樂層 然後你底下有防水層 基本上防水層它就會被隔開 它壽命就會變長 對 而且最主要是你樓下的房間 就比較不會那麼熱 那這種東西成本都很低 對 可是 就是說你等於 你有沒有去這樣來做 這個成本真的很低 整棟房子的這種小石頭 一千塊 不到一千塊 對 而且這邊 看這邊view也是超好 然後 我有時候會帶我的那個 冒一個Poro來這邊飛 因為這邊不是進行區 我們家附近都不是進行區 所以 我們在這邊飛空拍其實超方便 對 然後之前有拍到黑面皮路就是在那邊 對 這邊 這邊 那邊 冬天還有黑暗皮路 那邊好像已經有一些保育鏈 慢慢靠過來 對 他們時間到了 慢慢靠過來 對 然後還有就是說 然後還有人問說 為什麼沒有看到我們冷氣主機 因為 你在蓋房子的同時 你就要想清楚你的主機要怎麼長 像我樓下主機 不是藏我後面 讓前面的人看不到 然後三樓的 二樓三樓的主機 全部拉到頂樓來 你就會看到 這邊是三樓的主機 這兩台是二樓的主機 所以你一開始 只要做好規劃的話 這個房子會蓋得非常的美觀 非常的漂亮 但是這個要花一點腦筋 而且這個設計公司其實都可以 幫你去協調 然後幫你去想法 幫你去設計 但是你 像很多網友在問 就是問這個房子要蓋 要多少錢 其實我文章裡面也寫了 這個第一個 你買的地的價格不一樣 你選擇建材不一樣 那這個總價就很不一樣 所以他根本沒有什麼一個參考值 剛剛阿拉有講到一個重點 因為有很多人私訊問我說 我這個房子蓋得好像不錯 阿到底要多少錢 不是我不講 我講也沒關係 但是應該是這麼說 你每一個人的腹地不一樣大 你蓋的樓層樹不一樣 有一些人他 有一些人他又要發市基礎 然後又要加機裝 然後有一些人他外觀 他只要貼磁磚 他磁磚粉整棟貼起來 二三十萬四五十萬就貼起來 可是我不是用磁磚 我是用塗料 我塗料就一百多萬 那有一些人說磁磚 喔阿你就跟我講磁磚多少錢 可是有一些磁磚你看 你現在看我地上的磁磚 其實我也可以跟各位講 這樣貼起來這個磁磚看起來是很高級的 可是我跟你講這個磁磚一瓶才兩千塊 跟人家講人家也不信 因為光是磁磚一瓶有兩千的 也有兩萬的 所以你要告訴我 我怎麼幫你規劃你那個房子 我會蓋多少錢 就變成這樣子 然後還有有一些人 他裝潢他不需要那麼多櫃子 那可能只是要需要部分的點綴 所以我沒有辦法說 你跟我講要蓋房子要蓋多少錢 我就可以直接回答你 應該是比較具體的說 你地瓶多少 你想要蓋磚 建瓶多少 你的材料想要用什麼東西 這樣是會比較好分析 而且你找建商啊 你找的工班啊 你可以收多少錢也不一樣 然後還有最主要是地區性的問題 你台南的價錢 跟高雄的工班價錢又不一樣 甚至是嘉義的價錢也不一樣 台中的價錢更不一樣 台北就個怪啊 台北是天價 而且台北根本沒有地可以蓋這種透天 那阿達有個朋友在香港 他還是開玩笑說 這種價錢在香港搞不好整個買人廁所 真的是這種道理 可是在南部的話 如果你運氣好一點的話 你有一塊地你可以圓夢 對 阿不知道各位有什麼問題 請自信 好 原則上大概就是這樣子 大家應該沒有問題了啦 還有問題的話 那就 就算了 哈哈哈哈 沒關係阿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阿如果五弟看到的話 他有空要跟我講 是大概怎麼一回事 原則上呢 那個 價格的問題就沒有問題 因為 每個人蓋房子出來的價格都不會一樣 對 那個 而且你自己蓋 成本一定是最高 因為 找 建設公司是蓋一堆一定是最便宜 對 那在這邊講到 他剛才講到一個重點 你買的每一塊磚頭 可能都比建設公司貴 可是 注意聽喔 可是你的完工之後 你的價錢卻是比你買房子便宜 為什麼 你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因為你不要忘記了 你自己蓋房子 你自己就是建商 你沒有中間的人 去做一個剝削的動作 所以 也許你會覺得 你辛辛苦苦的賺的錢 可能就是被那些人可以剝削掉 可是每個人需求不一樣 有些人覺得 我就簡單買一間房子來住 而且 買房子有買房子的優勢 買房子可以全部貸款 可是你自閉自建的話 必須你要準備夠的錢 你至少要準備一半以上的錢 你才有辦法去做自閉自建 在這邊 做個 就是說 我們在這邊做個結束的一個 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那 如果有什麼問題 大家去看 那個 連結裡面那篇文章 就有整個蓋房子的過程 然後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簡單問 如果 能回答 我們就回答 不能回答 你自己去問就好 然後 蓋多少錢 講難聽一點 你在台北蓋還是在台北蓋 跟不一樣 在香港蓋也不一樣 所以 這其實沒什麼參考價值 那 原則上 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麼設計 然後怎麼規劃 怎麼去弄 然後會遇到了哪些問題 那 大概是這樣子 以上 那 喜歡的話 麻煩你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 大家看一下 這邊漂亮的房子 那 要自己蓋 想清楚 哈哈哈 掰掰